大爷以前是做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 一开始我是绩效比喻的 绩效 绩效 嗯 办公办到中中技术区啊 哦 我们先去上那时候自己 航空技术区自己拜的 然后就 然后就分配给你分配了 分配这个厂 厂里面 厂里分配当时做车工 做10年 车工 做10年然后呢 后来就做检验员了 检验员 金家工检验了 金家工检验 然后一直就做这个 你工领多少呀 我工39年 花4年 39年 39年 4年不到几年 少一点 真正少一点 哦 那你现在能拿多少钱退休金啊 我不做 我 等于说 我们那时候因为是分场 分场 拜了个分场 啊 有吧 我们主页的是到 七轮机 哦 七轮机 后来就是为了照顾 社会上的颜色 自己办了一个 一人介绍 那你不是算企业单位退休吗 企业 那你现在能拿多少钱退休金呢 我现在5000多块 5000多块 就将近40年能勾你5000多块钱 你满不满意 我也是满足了 满足了 满足了 因为我 提早退休的 提早退休 分场呢 就是 7轮机场的就是要 分场 哦 那我们工厂那不 那时候一人集仓嘛 啊 经纪人员 啊 什么就是 50岁以上的 啊 我们内退了 哦 内退了 所以说我退休工资的就少一点 啊 内退工资低嘛 啊 哦 你那个工厂现在还在不在 在 7轮集团 7轮集团还在 早7轮集团 越做越大吗 嗯 现在又做越大了 7轮集团公司 哎呦 那如果你要不是早退的话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退休金 那肯定是六七千就 呦那也挺高的呀 可是你早退也没早退多长时间 因为我早退了以后就是 那时候工资低嘛 哦 自己交的部分养了 好像就少了嘛 哦 是是是 早上就 你退休工资 我们从学的都 嗯 我们就要从学的 他们在一期二期的 哦 对不对 就变得很高 那 你这五千多块钱 够一个月生活费吧 啊 够不够 够不够一个月生活费 够了 杭州这边的消费好像也高呀 你看你们老 你看你们老年人 经常的一个月生活费要多少钱 没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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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吃了好多 真真多吃了好 吃了好估计五六千吧 他就能花得掉 五六千估计也能花得掉 哈哈哈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大爷是杭州本地人 本地人 我老妈一八零五岁了 哦一百零五岁了 那很长寿了呀 我妈妈退休工 四千多块 四千多块 现在我两个人一万块 一万块 你和你老伴呢 老伴早就没关 哦 你我听说杭州这个 最长寿的老人好像就上城去的 一百零多岁吧 对对对 你家 这边也一百零八岁了 也行呢 我妈妈一百零五岁 啊 杭州是现在前两天 就是 从家就登起来的 啊 最高是 一百 一百十一岁 一百一 杭州啊 八杭州啊 啊 男的呢 杭州最高的是一百十岁 长寿算长寿 上海还要厉害 上海一百女的一个女的是一百十二岁 一百啊 哎呦 上海是 是是是 一百十二岁 那那你现在是跟你老妈住一起吗 啊 我我跟他 就是等人 你照顾照顾你老妈 我睡在那里 六十二岁 现在不就是 不跟不跟子女住一起 一个女儿早就 就不能走 不 没嫁在杭州这里 在杭州 在杭州 啊 要全部来的 我要全女儿不来的 女儿不晓得 哈哈 哈哈 没办法的 哈哈 哈哈哈 谢谢大家